日前有两场健走活动在美国登场 像是纽约佛光人就透过了健走 为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来提前暖身 而圣地牙哥西方寺则是邀请到四主们 牵着毛宝贝们一起来健走 牵着毛小孩开心走上街头 展开将近两公里健走 途中还有店家化身休息站 接待这一群60人 36只狗以及一只猫 毛奴狗奴双手合十为主资祈福 健走完还有毛宝贝祝福礼 美国圣地牙哥西方寺监寺庙葬法师 亲自为毛小孩们撒进 还送上念珠结下善美姻缘 透过这场活动不只传递减碳爱地球观念 也让超萌宠物和寺主都受到佛光加倍 更让西方寺左邻右舍对佛光山有更多认识 迈开步伐往前走 大约20位纽约佛光人动起来 为之后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提前暖身 跟着法师坐操伸展筋骨 当天除了剑走还有缠修 公园湖畔响起轻柔音乐 众人盘起腿停止腰杆进行缠坐 冰出杂念提起正念 让心灵形成代谢 充满正能量再出发 迎接生活种种考验 因为是美国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